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今天呢來開箱一個 就是以我來說就是 家庭改造裡面規模最大的一個開箱 就是我在我家 我裝了太陽能組 來做一個節電蓄能的動作 為什麼我會想做這個東西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說 從這兩年啊 一些核電廠關了嘛 那所以變成說台灣有的時候會缺電 然後自然的風電啊 太陽能 他們都可能有季節限制啊 所以有的時候會電不夠 或者是偶爾啦 小動物會去撞電塔電線 就造成抹區要停電 從那個時候開始啊 我就開始思考說 我這個工作是完全不能沒有電的 像我整天都要工作打電腦 我只要沒有電 那簡直是要我的命 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已經興起說 是不是該在家裡做一個儲能的設備 那個時候就開始做一些研究 那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 專門在做太陽能一些相關的YouTuber 叫做在戶外跌倒 那個時候就看著他們影片看了半年 真的是太有趣了 然後我就想說有沒有機會 請他來幫我做 因為他其實有在施工 他是在高雄那邊 所以我就問他的那個耐群組 然後經過一些評估 夏天問完 一路拖到現在才要拍 現在已經裝好了 接下來就為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是怎麼裝的 嗨 各位好 我是在戶外跌倒 當然我的影片這樣子一直播出來 終於有專業的客人來到我幫他處理的這個任務 這次我們跟阿達接觸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照阿達的想法 把他設計一套他專屬的儲能系統 簡單來說我覺得阿達他實際上可能會許更想要能源自主 我們能自己控制器的能源 或許在我們的未來 就可以減低一些突發狀況所產生的問題 老闆我先請問一下 就是我這次做的這個太陽能的東西 對我來說我就是做了太陽能板 然後裝了電池 還有像還有主機 但實際上真的太籠統 可以大家簡單的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好 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我們單人只是知道阿達他就是因為設備重要 所以我們不能停電 我們基本上選擇了停電可以持續供電的主機 而且電池的要求 照阿達的想法 我們搭配了大概可以12個小時做不斷電的系統 所以當台電發生了停電 我們的電池 平常給我們家裡的用電所使用以外 我們準備了剩下的50%以下的系統 可以等待著停電的發生 然後可以供應我們所要求的設備 大概有12個小時的供電時間 那像說這個的話 像這個 我知道太陽能板是在樓上拉下來 這個是什麼主機 這個主機重點就是他包含了整合的太陽能電池 跟家用電的三方的整合去做一個搭配 那個時候我裝的時候其實我就有要求說 我希望阿 我的發電狀況跟用電狀況可以用APP控制 然後現在機器的好像都可以 像我自己在弄阿 我就可以看我們自己每天發了多少電 然後用了多少 我就覺得還相當的方便啦 那另外我就想請問一下說 太陽能很多人在做 一般人很容易被業者怎麼樣虎 他可能會用哪方面上下騎手造成價差 可以大概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現在網路世界非常透明 不管是主機的部分 儲能系統的部分 跟儲能電池的部分 還有板子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一般消費者不懂 其實我們最專業就是 直接選擇最大廠 像板子的部分 尤達應該是算蠻知名的廠商 主機的部分 這次我們使用的這個是古類瓦特 特別分享一下 他大概在這三年 都是家用儲能的全球銷售第一 所以我們主機跟板子還有電池 電池的部分 台灣湯琴算是我們亞洲 金氏龍頭的產品了 所以我們如果是像一般消費者 你真的不懂這樣的東西 我們就選擇最知名的機殼 而且最知名的產品 它的價格在網路上 其實是非常透明的 唯一的價差就是在 施工的精密度 跟有一些施工的細碟的價格 當然這個價格是可以去做對談的 為什麼我價格比沒有要貴的5萬 原來我的管線的部分 使用白鐵的 或是我所有的線材的部分 都是使用XLPE的 比較高階的線材 當然啦 因為我們如果懂的話 當然會知道品牌的差異 可是我們一般的消費者 對這一塊不是非常熟悉 我們只能選擇最龍頭的品牌 做搭配使用 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這種電池啊 我看你的頻道也有講 就是說 它有所謂像這個 深循環電池 又有分新的 跟舊的 又有什麼鋰電池 什麼千酸電池 不過像我們一般家庭的話 有什麼差異 電池對我們一般消費者來講 最重要就是安全性 當然 不管是鋰鐵電池啊 鋰電池或者是深循環電池 唯一不能放棄的選擇就是 絕對要安全 CP值的考量下 申請完電池 新的跟二手的都是好的選擇 當然 如果一般消費者 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去深入研究電池的規格 基本上我們選擇 全新的電池會比較適合 一般消費者的選擇 其實中古這個東西啊 實際講也蠻深的 可是像我們是 有公司的廠商啊 基本上我們 也不怎麼希望 提供真正中古的電池給你 因為中古電池 它保護時間比較短 雖然保護時間比較短 在我們一開始就已經告知 可是最後會怕消費者 在使用上會覺得 哇我的電池怎麼兩年三年就開始衰退了 造成消費者認知上的一些誤差 所以一般的消費者 我都還是建議用全新的電池 對你的保障 跟對我們收入服務 會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那個時候 估的時候 我請他估中古跟新的 那其實我覺得價差也還好 就幾萬塊而已 後來就選全新的 那在中國電池的話 價差要差多少 一度電來講 中國的電池跟台灣電池 大概會有三成的價差 可是當然在安全性上 因為我們台灣有我們自己的 安規系統 有我們自己的安規條例 所以我們只能選擇 台灣有安規的電池來做予你的搭設 像我家 是 我這次的供電系統 其實主要是只供電一樓 對我來說最重要是一樓 因為一樓是工作的地方 它不能停電 我家一樓還有特斯拉 你們在做處理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分開處理 達哥這問了一個蠻專業的問題 其實特斯拉 因為它充電的方式 跟它充電的功率是 對於我們一般家庭來講 算是有點稍微的負荷 所以一般有兩種方式 一種的話 就是我們的轉換器的部分 加大 讓它可以去容納特斯拉 充電所需要的啟動功率 跟它所需要的能量 可是 其實這個是不經濟的做法 因為 既然已經停電了 或是台電供應不穩定了 我們在特斯拉的充電 應該去做一個選擇性的充或不充 第二個就是 我們一般的主機 像這樣子的家庭 我們一般合理的範圍內 我們都希望說 把一些重耗電的設備 不只是特斯拉 像是電熱水器 像是一些比較重型的啟動馬達系統 我們都希望它還是原本靠台電 那我們把我們最重要的經歷 就是我們最專業的地方 放在一些像你的電腦設備 一些精密型的 它耗電不大 可是它完全不能接受停電 這件事發生的事情上 譬如說我們的電網系統 停擺了一個禮拜 那你特斯拉需要簡單的做充電 其實你只要把它充電功率射小 我們這台5KW的設備 是可以供給你特斯拉充電的 它一輸電就可以讓你們特斯拉 在行駛大概5到7公里 今天是世界末的時候 攔油你是不可能取得的 可是你至少還可以每天充個3到5度電 你可以行駛個3、50公里 你可能在一個禮拜充電續能 像你這次的數據 它大概兩個禮拜能讓你特斯拉充2次左右 事實上是這樣 當然你一個禮拜能充飽一次 它可以讓你行駛個3、500公里 其實對真的沒有能源的時候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還有一個問題說 一般人要怎麼評估自己 需不需要來裝這種除能或太陽能系統 以目前台灣的電網結構說實話 是沒有說非必要裝這種除能系統 可是除能系統 它不只是單純的除能系統 它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幫你節能 它除了在緊急備用的時候 供應你電以外 它50%以上的能力 是幫你當下即發即用 或者是並往回去 讓你晚上做使用 其實因為這套系統的APP 其實我裝了大概5、60套左右了 大部分的消費者 他們在裝完以後 他們都會對自己的能源有一些掌握 然後會知道自己浪費了哪些能源 其實這是好事 就是一般的人會想說 我需要很多的電 所以我要裝太陽能 反而不是這樣 反而我裝了以後我發現說 一般人知道APP以後 他們反而知道說 我什麼地方多餘的用電 什麼地方是常開啟 它反而去把那些地方節能了起來 就是因為有這樣子的APP 它發現說我一天 其實我一天供應2、30度的電 那如果我真的去節能做使用 包含冷氣電腦 像您這樣子的應用 其實是用不完的 那個時候我自己看嘛 我一天發電 12月的時候 可以發到22度電 如果是夏天會更多 那這樣子的電呢 其實已經夠我家一天了 你整個辦公室一天 白天完全沒用電 一直到晚上 可能到半夜4、5點的時候 試電才介入 而且那個時候應該還有50% 而且你裝了這個以後 你大概知道每一項電器啟動 像包含冷氣、熱水器 它們啟動的瓦數 所以你在選擇 你的家電設備的時候 你就會盡量去找節能的 其實我們如果把我們自己的節能 跟你的用電設計好 其實這樣子的用電 像你這樣子5K瓦 一般家庭其實是用不完的 那一天我記得在施工的時候 陣仗很大 你還出動了吊車 然後兩組師傅 那搞了兩天 那正常來講 像這種太陽能施工 大概會需要多久的時間 我們從一開始的階段 大概就需要大概 至少半個月的時間 第一個我們要偵測 他家裡的啟動 跟他的用電 是不是像他說的 這麼大或這麼小 那我們確定了以後 我們會照我們的規格 給他一個基本型的使用法 那真的開始施工的話 基本上 實際大概需要2到3天 可是包含前面的規劃 包含吊車的聯絡 包含前期的 像因為你這個剛好是在比較熱鬧的區域 工程規劃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需要很多的能力去照顧 這整個工程的安全 所以派了比較多人來針對吊車 光吊車那天就來4、5個人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水電 我們有鐵工 每一個工程他們施工時間 在一般家庭都是大概需要2天的時間 但不包含了最後一天驗收 跟太陽能實際上機以後的測試 這才是後端我們最需要注意的 那也要整整耗我們一天的時間 所以如果從聯絡到最後結束 我們基本上都要抓2到3個月的時間 那實際施工其實大概是3到5天 我本來以為我家這種是小工程 搞得蠻盛大的你知道 然後弄起來其實我自己是覺得很滿意 那太陽能這個東西 像我們沒什麼概念 那像你自己裝那麼多的設備 它有沒有說有什麼危險性 或是什麼東西會造成危險性 好就是剛剛我們一開始 你詢問我產品的問題一樣 其實太陽能所有的產品 都是高安規大品牌的 其實我預告最多的危險性 反而是在我們施工的時候 包含我們在調運的過程 包含人員在上面 鐵工的安裝的安全帶安全帽 還有電工的部分 他們的導電 大部分都是發生在施工的時候 人員的觸電 或一些高空的一些作業的危險 所以產品的本身基本上 都是台灣法規認可 所以不太有什麼安全上的問題 所以也不會什麼爆炸什麼 沒那麼誇張吧 像阿達你這次選擇是 湯潛深尋環電池 其實它的品牌啊 在安規上面啊 已經做了所有的安規防暴認證 所以就算這個電池 它今天要寄到別的國家 也是可以直接坐飛機 也有航空安規 所以你可以放棄這個電池的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知道啊 像做太陽能 就有的縣市政府會補助嘛 我沒有想過要補助 我也不知道要補助 是他還裝完之後 跟我說你有沒有請補助 啊靠腰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在 在做太陽能啊 或是說有些可能就問你說 屋頂要不要出租啊 那是因為賣電給台電 那那個東西真的會賺嗎 我實在是有點懷疑 其實這個東西蠻好玩的 你跟台電買電是3塊 然後你賣電是5塊 這個聽起來就是絕對 絕對沒有任何疑問的事 所以非常多人在重新這個行業 當然如果你今天不自己 去建設這樣的系統賣給台電 事實上這個行業 也是一堆人搶著跟你租屋頂 你就知道這個行業 到底能不能賺錢 那另外就是說 台灣像這種發電的效率是怎樣 這個蠻好玩的 就像我們一般人他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一整天看到太陽 可是為什麼太陽能 一天只能存4個小時左右 事實上我們太陽能在存電 我們一般都會把 早上的時間跟下午的時間 比較低窄的時間去刪除掉 我們只算最精華時間 大概是11點到2點這個時間 其實實際上裡面還包含 有時候下雨天的平均值 拖到那整個大環境的平均值 所以一般像我們中南部 算3個半小時到4個半小時之間 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他們賣電啊在你裝下的瞬間 已經算出你20年可以得到多少錢 因為這個日照是不會改變 它不會有辨值 這一定是定值 其實我們賣給台電啊 主要是台電認可跟我們收 這個東西才有意義 大家就會說我的店等著你台電來買 沒有 是因為台電它承諾了跟你買20年 你這件事情才會有價值 了解 這跟我們一般人想像是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太陽能它板裝了之後 它壽命多長 那需不需要清洗 它放在上面的話 如果說鳥屎啊 蟑螂啊那怎麼辦 大概多久會衰減壞掉之類的 以台能目前的結構 像我們這次使用的 友達茂迪或圓金這些大廠 他們基本上都20年 他們的功率還有8成以上 他們的保證都是這樣子 對然後在目前因為 太陽能板從出來到現在 大概2、30年 目前還沒有一個很大的淘汰潮 所以未來的事情啊 像政府在針對這種回收太陽能板 跟這些後續的產品 政府一直在做積極的解決方式 像目前前幾年已經出來了 太陽能板是已經可以粉碎 然後做各方面材料的回收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關於清潔的部分 它就跟我們車的玻璃一樣 其實車的玻璃 你只要偶爾去清潔 而且只要用清水 就可以很簡單的做清潔 不用擔心 你用什麼清潔液啊 會污染土地啊 有一些外部污染的問題 而且那個時候跟你聊過 你說現在現在買大廠的那種太陽能板 其實你在買的時候 他就已經把回收的值錢都賺進去 是 所以日後指定譬如說我指定有的啊 那我20年後 以後搬家幹嘛 我不要太陽能板 是 就可以叫你們來收褲子 依我知道是這樣 你板子賣出去未來要回收 其實環保局跟國家 已經先跟那些太陽能大廠 收了這些經費起來 然後未來來幫他處理這件事情 當然因為科技在進步 5年後不一定太陽能 就會有更好的回收方式產生出來 那老闆你會怎麼突然之間 會想要搞這個弄電呢 因為講實在話 我是覺得很偏門的東西 你怎麼會想到會去做頻道呢 因為我們一般太陽能就兩個方向嘛 一個就是我們把我們太陽能 交給台電換成錢 然後另外一個就像是 阿達這樣子的客群 不管你可能是住在 天原地區不容易簽電的地方 或是像你這種是 對我們的設備有 不能停電的要求的人 那我們的本業主要是做各種電池 那當然 太陽能板其實它只是電池的一種 它只是因為受到陽光 會產生功率 會產生電子流流動 所以能產生電 所以它其實也是電池的一種 不管是太陽能還是電池 還是這種轉換器 其實都是我們每天做的行業 只是我們把它整合來家裡應用 然後把我們以前 可能裝兩片板子在你的露營車上 或把它裝一片板子 弄一個戶外的小燈 把它這個需求放大來用而已 真的很實用 如果說我以後老了之後 我就拿一台車改造一下 就可以到處玩 然後都不用接電了 好像是很方便 太陽能如果把它拿來 玩樂的應用來講的話 它對我們一般沒電的地方 或是我們只是需要小功率 譬如說那邊是一個無人的販賣機 或是那一個洗車場 或是像我之前有偶爾拍過的 這種無人的洗衣店 其實它的應用來講 對於太陽能的科技來講 對現在這些應用都已經足夠了 而且未來太陽能板 目前的功率 跟它的效能都一直在增加當中 好 那今天很感謝 在戶外跌倒的老闆 來跟我對談 其實你圈台灣多跑嗎 基本上我們一般都是中部以南 對 因為你看就像這樣子 有一些克服的問題 或是有些急值的東西 如果真的是在基隆 可能兩個禮拜都還沒有到達 有不好的東西 對 如果說你是中部以南 也要搞太陽能的話 其實它常搞一些大廠房 像我們這種小家庭 反而很少 如果有這種需求的話 你可以去它的 Nine族群 請它的小姐報價 也許你就可以親眼看到老闆 然後請它更有盛機 一樣的或更大的 一個太陽能組 幫你省錢 而且夏天不怕小動物自殺 而且重點是我們 就是跟你的討論的要求 就是幫你做了ATS 它的功能主要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們的主機造成損壞 或是你的內部線路有短路了 造成主機無法開機了 我們台電沒有辦法 再經由主機內部供應到你家了 它可以轉換為 你什麼都沒裝的樣子 然後去讓你台電先導入給你做使用 然後我們盡量在儘快的時間 把主機維修送回來在街上 還有可以繼續按上做供電 所以這個的設計是跟你討論的很久 就是這次特別設計出來的 原來無止 是 感謝老闆 不會 好 謝謝你 很好玩 謝謝 那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也要追蹤在戶外跌倒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謝謝阿達 謝謝 掰掰 掰掰